德州与美国政府已经在边境装备制 德州留学生后华侨同胞们都需要注意 一是备战时期大家不要因为好奇心 随意到边境去游玩观看 二是建议大家准备一套应急物资 以备不时之需 首先收拾好关键证件 建议大家准备一个小包 将护照、身份证、各种证件、银行卡 单独收纳、随身携带 另外最好准备大约1000美元的零钞用来应急 第二点把车子加满油 尽量剥吐点物资 主要是食品类和饮用水 食品可以选择饼干、曲奇、火腿肠、方便面、罐头等 确保车内物资准备齐全 第三点准备一箱衣物和鞋帽 还有睡袋、被子、一个或两个头掌 这些东西最好能放在车里 第一次准备好电子设备 保证电量充足 建议多准备几个备用手机 还有充电宝、iPad和电脑 确保充电器和电池充足 以便我们能够随时与外界保持联系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 我们需要准备一些医疗用品 也包括绊带、创可填、胶带、常用药品、维生素和急救箱等 如果遇上扑发情况 我们也可以自己应急处理 不去 留学生课程辅导 就找蒋老师